现在上风已经对有你我的能力 不够信任了 如果朕又到了那个地步 恐怕这又要弃你我如比铝了 现在最好的办法 还是靠自己最稳图 可是我上哪儿去找家上来呢 队长 就是这辆马车 看来孙永忠确实进城了 车号命令 加大这一代的搜索力度 是 跟我来 队长 咱们现在怎么办 那个女特务怎么样了 她是那样 顽固得很 什么都不可以说了 把她最新的资料整理一份 咱们去装装 好 兄弟 怕死吗 怎么说 我问你怕死吗 不怕 我怕 人越老越怕死 更何况现在没有在党国的庇护家 我们就像一个丧家劝 说不定哪天死 都会不明不白的 你想退出 就算是我想 党国人许吗 好在 我已经提前走了一步 准备了一个踢死鬼 踢死鬼 他姓张 叫张阳 是我的手下 从一开始 我就打算一有不测 就把他抛出去 做我的踢死鬼 我呢 便可以逃之遥遥 隐姓埋名 不闻世事 但现在看来 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 也只能像一只过街的老鼠 惶惶不可终日啊 不如现在 就把这步棋提前下了 下棋 怎么做 跑出勇儿 掉出美女蛇的下落 周姬 开门 你起来 干什么 提审了 还要提审 我不是说过了吗 你们这是白费心思 别废话 快点 咱们还有必要再浪费一次时间吗 对于所有的问题 上次我不会说 这次我也一样不会说 梅苏 我查过你的旅店记录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就先叫你梅苏 随你便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这次来贵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好 我这次来其实和你一样 也不想再浪费时间 你想说什么 如果没猜错的话 你这次作为特派员潜入贵州 身上一定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吧 不管你承不承认 事实就是如此 所以你和宋永珍失联以后 台湾方面一定会心机入焚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宋永珍跑了 宋永珍竟然跑了 你们也够失败的 但是他跑不远了 为什么 因为有你在 你们想干什么 既然他们那么想找到你 我不如就做一个顺水人情 你们是想拿我做人质 不愧是国民党的奖励 你们 你们真是枉费心机 你 不试试怎么知道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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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最后我也很想见 悄悄悄悄悄 比如说 你 我给你五块钱故障一下 什么意思啊 给我五块钱 不是 你大听广众的 你回我生活你生活你生活你 interest 咱们不是 你别胡说八道在这儿 咱们 再给你五块钱 赶紧走吧 你别入罪云 你咱们 关进去 大爷 哪儿不舒服 咳嗽 这岁数大了 天一变就咳嗽得更厉害了 这样 大爷 二位先到内室 我给您八把麦 请 队长 你打算怎么不溜决 还是那句话 敌人在岸 我们在明 盲目出击不是办法 但如果我们故意放出 看一样美苏的地点 你们觉得宋永证会不会上当 一定会 我觉得不一定 怎么可能 要那个女人 这有什么重要信息的话 那宋永证和那个老特务 肯定会不惜代价把她救出去 宋永证和那个守庙人 都是特工出身 没有九成以上的把握 绝对不会轻举妄动 如果他们这次轻易得到了 那个女人被关押的地点 反而会起疑心 说得没错 所以这个耳 咱们得布置得大一点 就算他们想上钩 也得花点心思才行 书爷 您怎么来了 怎么 不该来啊 没有没有 在下对书爷 那是一日不见 柔阁三秋啊 能为废话 最近县城发生的事都听说了 都听说了 听说邓广人让人给杀了 度假祠堂让人一把火给烧了 现在大街上满满的都是 核枪实弹的解放军 那可真是草木皆兵 风声鹤唳呀 书爷 这些个大事 都是您老人家一个人干的吧 女父 作为一名特工 像长舌阜似的教手和他 成何剃头 书爷 不是您让我说的吗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你我在大西南潜伏这么久 现在大陷伸手的时候大了 属爷的意思是 有 有行动 怎么 怕了 瞎破蛋了吧 哪能呢 属下也是受党国多年栽培的人才 为了党国的复兴大业 属下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我张扬如有半句虚言 天打无雷轰 好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这也是属下应尽之责 不过 属下想知道 属爷让我干什么 你 所以我都会把你选择 回去 你怎么怎么办 你遇到什么 你不是最后 去哪儿 你跑出去 你被试图随便 就我可以 你av Whitfield 保护老百姓的 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将于后天 在封南法院 对抓获的敌特分子 进行公开审判 对这批危急社会 伤害百姓的敌特分子 进行从重 穷快成熟 老宅 你对张贴公告的地点 进行布扣 同时 对封南法院 一线的道路设复 是 行动 是 是 老宅 咱们去勘察一下路线 好 初音 要 要把电台送到哪儿啊 东城外 荒木拔航 那是我们的新的联络地点 明白 明白 不过初音 电台这么重要的东西 让我去送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没什么不合适的 现在 我和他的身份都已经暴露 稍有不胜就会万劫不负 我培养你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你 能够成为党国的一名骑兵 现在这个时候到了 是 属下听属爷的 书彦 你 是不是你动了什么手脚 书彦 天地良性 我张阳虽然是地位卑微 但是对党国对您是一片忠心 我张阳可以对天发誓 我如果有半句血缘 天大而不留 我不得和我死啊 看看 好 好 开门 开门 听着呢 我知道你在里面 赶紧出来 开门去找的 别走速度都会 开点开门 开门 开门 开门去找的 谁 谁呀 我 你李二爷 听不出来啊 快开门 敲什么敲啊 快点 来了 赶紧的 你杀人的 二二老子今天打死你 你给我去 我去 不不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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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 小事火 行吗 你听我说 我现在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这样 您把事情来龙去脉 给我说清楚 如果说是我姓张的得罪你了 要杀要寡您随便 好吗 行吗 好 姓张的 我就跟你好好说 我关你啊 前两天我收掉 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开药啊 我明白了 二爷 是不是我开的药 您不满意 没事 我给您换 我那天得的什么病 发烧啊 我这机器好着呢 我发烧 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这个我 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撞糊涂 好 我告诉你 我发烧 你给我开的蟹药 我在茅房拉了七八天 你看看我这脸 都拉脱象了 不是 我真给您开蟹药了吗 到现在 你还给我撞糊涂 我问妈呀 我陪 我陪你还不行吗 我陪你 什么个配法 您想怎么买 你说 要多少钱 我说 你得给我二十块钱 行 没问题 二十是吧 我给你 来 十块 二十 还有一点 二十块钱 你拿呗 姓郎子 今天我便宜你呢 喝rol 尴都给我 让你二十块钱 行 你给我先弄这个 你二十块钱 你只是不咬我 你敢抢走啊 行了行了行了 什么都不说了 晚上八点 我会把电台送过来 我们走 好嘞 卖核桃了 看一看 核桃了 买核桃了 买核桃了 公车 卖核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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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同志 我见 来点核桃 好的好的 你拿好 谢谢 来 卖核桃了 卖核桃了 瞧瞧瞧看一看啊 卖核桃了 卖核桃了 瞧瞧瞧看一看 卖核桃了 真的打算 把电台也给出去 没有分量的证据 又怎么能够 证明张扬的身份呢 那样的话 我们就和尚锋 彻底失去联系了 你觉得 尚锋还有心思 抄我们的心吗 这件事情 不管冰封计划 事成事败 以我最后的归宿 都是自生自灭 厉害 你才会罢了 我们的 aggregate 你得有包抵的 给你买点核桃 补补脑子 表现不错 给 给你买的 你是队长 需要思路清晰带兵打仗 所以你更需要补啊 你是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 我再怎么补也赶不上你啊 就会拼 你会拒绝 韩渊 我一直没有来得及问你 那天在黑风陵 你为什么会割掉黑色那根线 我想留住红色那根 为什么 因为你说过你喜欢红色 我已经来回来 你肯定就不是 你提醒你 你怎么总结 我记得你的 你怎么会打架 你怎么事 你怎么办 你还把你伤害我 你怎么办 你就每天都喝 你都喝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呀 我 老爷 这电台 是咱们跟上风联系的唯一的渠道 记住 无论如何不能出半点场子 书 书想明白 明天早上十点钟 毛二互动八号 我拿着那颗 有人等着你接应电台 书也放心 张扬 万死不辞 我 真搞你了 我们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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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等的好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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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